Zither Harp 我们今天看九十二夜 唯愿是真广说地藏菩萨摩赫萨因地 作何恨立何愿而能成就不失意识 那么这一段在讲这个从因地下手 所以我们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这个因地就是我们的第一恋心 所以因地就是心地 它这边科著里面有讲因是种意 种意就是种子的意思 我们念头里面 我们反复就是有善的种子 有恶的种子 还有这个无忌 无忌就是不善不恶 善恶无忌 我们的念头大概就是这样 都是在对待能手 好跟坏 对跟臭 是跟灰 有无对待 那么因也是种意的 意的是这个地是表这个自心 因是种意地表自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本具三因佛性 在这里面讲 以本具三因佛性之种 什么叫三因佛性呢 因为这地方讲因地嘛 青年法就给我们说明了 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是具有如来智慧得相 就是六子大师开悟的那五所记忆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自记住 这本自清静 本自记住 就是因地 那何其自信呢 本无动摇 这个是讲体 那讲他的用呢 就是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所以这个三因佛性呢 它有三种解释 我们按照佛学大致点里面 也有这样解释 就是正因佛性 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正因佛性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德 原因佛性呢 就是自修德 了因佛性呢 就是圆满佛性的功德 英光大师呢 特别有开示呢 三因佛性 在英光大师文抄里面 有讲到三因佛性 第一个 正因佛性 英光大师说 正因佛性就是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就是每一个人 无人既心 本具之妙性 诸佛所正正常之法身 这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有我们也有 不生不昧 不过不尽 不真不减 那个就是指这个正因佛性 在读 波罗密多心经里面讲 不生不昧 不过不尽 不争不减 再生不争 再凡不减 那个就是正因佛性 如果说没有正因佛性 那光莫尼的母亲 怎么要办法 投生之 悲逆之子 受了这个果报以后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喜欢吃乙卵 那再来受报的时候 他就变成悲逆之子 就是有一年果报 那到 在下一次的时候 他离开了 他的女儿 就是光莫里发愿 所以他 第三次就开始修 清净犯横 那再来最后一次 就到无忧国土 所以这个正因佛性 就是无人济心 本济之妙心 诸佛所正正常之法身 这个法身就是 清净法身佛 圆满报身佛 百千利化身佛 破根本无名 就正法身了嘛 那么 正因佛性是再凡不减 再生不争 处生死而不染 居内旁而不净 不争不减 不够不净 再讲这个正因佛性 所以众生就是因为彻底的迷背 别结合成 所以诸佛就俊严正 弥正虽易 信常平等 就是弥跟正果虽然不同 但是这个佛性都是平等的 这个就是正因佛性 那么再来就是了因佛性 了因佛性就是 正因佛性所开显出来的 正智就是智慧 或有知识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研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就是想要圆满我们的正因佛性 所以透过经教 或者闻正因佛性之意 而得了悟 能够开悟了 只有一恋无名 葬毙新年 因为一恋无名 把这个新年 就是真如本性葬毙了 不知道六成境界 当体本空 认为实有 以至起贪嗔痴 造杀到淫妄的恶业 因后造业 因业受苦 所以才会有六道轮回 那么现在 让正因佛性能够开显出来 了解说 起后造业是受苦之本 从此觉悟了 从此了悟 所以以反望归真 寄付本性 这叫做了因佛性 就转明为物 转换成生 就是恢复我们的佛性 就是了因佛性 那么再来最后 第三个就是原因佛性 就是缘 就是既有助缘 你既然了悟了 那就是既修习种种善法 以其消除或业 增长付费 必定所悟的本际之理 就近亲政而后已 这个就是原因佛性 这以上三因佛性 是阴光大致开始 那么再来就是 由了因未称发心 原因未称佳行 故性原了 性原了同名正因 即理性之三因灵 经问 此地藏菩萨 创始以因地发心 不审作何行门 立何怨念 得能成就此不失一事 二合志 就是他问两个 一个是作何行 一个是立何怨 所以要发心立业 还去修六度万恨 所以作何恨 那就是六度万恨 那一定要先发愿 立何怨 保典成就此不失一事 那么呢 你作何恨立何怨呢 就一定要以怨导行 行能复辞行动 以怨导行 要用你怨来 引导你这个六度万恨 所以行能够扶持行动 就像我发怨一样 谁找得到我 我就去祝恋 这就是发这个愿 那自然而然 你就去做祝恋的菩萨行 不管是刮风下雨 不管是多劳累 或者不管是白天晚上 或者是深夜 你都愿意去做祝恋的菩萨行 这叫以怨导行 你行呢 你才会去付出行动 说有怨 没有行动 有人也很多 发很多怨 可是他后来都退转了 他这个怨呢 就是虚怨 他就没办法去 兑现这个怨力 付出这个行动 这就变成虚怨 那如果你有行动 没有怨 那就变成孤行 有怨 则行不孤 有行 则不成虚怨 怨行呢 相互扶助 则成佛国呢 指日可待 这个就是要有怨 有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地藏菩萨 他因地做什么汉 立什么怨 为什么能够成就 不失一事 讲起来 好像讲地藏菩萨 第一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但是他也在讲 我们这点心地 就是说你要成就佛道 你要成就佛果 你要求六度问横 你要圆满无上菩提 因地 你要祝活亢 立何愿 你一定要去圆满六度问横 你才有办法 成就这个不失一事 不失一事就是民心见性 见性成佛 不失一事最起码 是离开六道 三界六道 那才是不失一事 待一往生 也是不失一事 比如说 郭洛匠 他是一个不认识字的 补郭的烦恼众生 他去求地藏菩萨法师 地藏菩萨法师 叫他到乡下去 练佛 找个一家庙 供养他一间庙 请一位男众做护法 一位女众 附着照顾他生活 告诉郭洛匠说 你练烈了就休息 休息完就继续练 这样练三连 他一只四只 到城里面去 看他的老朋友 同餐道友 叫这个护法菩萨 明天不用主了 回来以后 站得三天三列 等地险老法师来 地险老法师 第二天来跟他拍拍肩膀说 你比明山古叉 都方丈和尚还了不起 拍拍他就倒下去了 这叫做不识一试 他就是己身成佛 他就是转迷为物 转返成圣 所以各位看到这一段 而能成就不识一试 要怎么样 前面要因地 要作何恨立何愿 一定要发行立业 也就是说 要修六度万恨 一定要成就六度万恨 到 摩霍波罗蜜 到大智慧登彼岸 破四项 再破四件 就可以成就不识一试 所以 地藏菩萨 有大的福德因年 为什么地藏菩萨 有这么大的福德因年 召集禁极公骗法这一切 诸佛菩萨 六道有缘的众生 来参与这个大会 这是不识一试 那这个是事项上来说 那理上来说 地藏菩萨表心地 表我们自信功德 这是不识一试 这个理是元龙 那我们再看下面 佛告文士势力 彼入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草木丛林 道马主委 三十为成 一物一事 这一横河 一横河沙 一杀一戒 一戒之内 一城一戒 一戒之内 守积城市 尽冲为戒 这一段呢 就跟你讲说 地藏菩萨 摩赫萨 在因地的时候 祝福恒 立和宴 能成就这个不识一试 从后面 就是 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地藏菩萨 行菩萨他的地方 他这个意思 我们先把这一段 先把它消闻一下 就是说 佛告文士势力菩萨 比如说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草木 牧宠林 道马主委 三十为成 一物来做一个数量 来做一条横河 那一条横河里面的 伊丽莎 那个伊丽莎 作为一个世界 那一个世界里面 再把伊丽莎 一个为成拿出来 那个为成当成一戒 这样一戒之内 所积的陈数 全部 当成一戒 这只要是 西是什么 列战功德 广受信念 这两个 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 赞叹地藏菩萨的行愿 是讲 地藏菩萨 在因地修行 用这么多时间 来圆满成就 不失一失 再看下面 地藏菩萨 正实地国位以来 千倍都已上誉 何况地藏菩萨 在身闻彼兹佛地 也就是说地藏菩萨 也经过身闻这个阶段 也经过彼兹佛 就十六一年 元节圣这个阶段 从小圣 再回小向大 行大圣 行菩萨圣 最后圆满一佛圣 我们知道 活头有五圣说法 人天圣 身闻圣 元节圣 菩萨圣 再来一佛圣 所以地藏菩萨 也做过身闻 也做过彼兹佛 他都经过了 地藏菩萨 正实地国位 也就是他已经圆满 出地到实地了 那千倍都已上誉 他所 做活汉 立活院的 刚才讲那个 一横杀 做一个世界 一杀 一戒 那一戒之内的一城 再做一戒 那个时间 千倍都已上誉了 那这个地方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实地国位 这个是 佛学常识 要知道 好 我们先来讲这个 出地 出地呢 叫翻洗地 这是见到位 已经见到了 自规 我当年终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就是见到了 见到什么 见到自信 见法身 见到就见法身 那是出地菩萨 见到位 他用什么呢 他不是用空观 也不是用假观 他用中道妙观 中道妙观就是 我们讲中观 在天才中的三观里面 叫中观 所以他用中道妙观 这个 别叫出地 言叫出出位 正法身的 他就用中道妙观 他破一本根本无名 显一分 三德密藏 三德就是 法身德 剥落德 谢托德 可以在 百戒 一百个三千大千世 做佛 百戒做佛 八项成道 八项成道 就说 没尊佛 他会经过 八个过程 降生多帅 那出生 也有讲着 住胎 出胎 像大圣起心里面 讲说 降多帅 入胎 住胎 出胎 出家 成道 转法轮 入魅 元吉 这叫八项成道 利益众生 那行 五百游行 出入十项 五障碍徒 出入保守 顾名翻喜 他见法身 就很翻喜 所以叫 翻喜地 就是出地菩萨 那再来 二地菩萨 二地菩萨 就是离构地 第一个 出地菩萨 完成什么 你知道吗 出地菩萨 他是完成 布施 波罗密 我们说 怎么说到波罗密 离开四项 四见 就波罗密了 离开四项 没有我相 人相 宗相 宿佛相 离开四见 我见 人见 宗正 宿佛相 就是波罗密了 波罗密就是到彼岸了 所以别教出地的菩萨 原教出住位的菩萨 就是圆满什么 圆满完成布施 波罗密 他正得四项 那么菩萨以布施成就果位 又继续询愿 继续做 刚才说 做何康立和愿 因地 做何康立和愿 继续做这个行愿 实践这个行愿 所以出地菩萨 圆满布施波罗密 那二地叫离构地 他成就什么 成就戒波罗密 这个戒波罗密就是什么 就是他慈戒功的圆满 我们一般讲叫什么 叫道贡戒 或者叫会贡戒 那定贡戒 戒有两种 一个是定贡戒 一个是道贡戒 定贡戒的话 他就是慈戒 他就中规中期 他入圣生禅殿 但是道贡戒跟会贡戒 那工夫又不一样 他慈戒到什么 游戏神通 像刚才讲那个寒山石头 那个就是到戒波罗密 那叫会贡戒 道贡戒 抵除悔患 慈戒清戒 这叫离构地 成就戒波罗密 不失慈戒嘛 再来三地菩萨 三地菩萨叫花光地 花光地是什么 成就忍住波罗密 忍住波罗密 地上法人 智慧显化 智慧已经开出来了 再来 四地 叫炎灰地 那个智慧 像那个火在烧一样 炎灰地 他就是什么 他成就精进波罗密 断除修后 使慧性至圣 五地呢 五地菩萨叫 吉兰圣地 吉兰圣地呢 他是成就什么 禅波罗密 他真实欧帝 和好相应 修行除了追求真理 亲近心地以外 他呢 度人及立宗的工作呢 能够最困难的 众生贫穷苦恼 刚强燃化 但是他还是不退转 这叫吉兰圣地 他成就禅波罗密 再来呢 第六地呢 六地就是现前地 就是成就智慧波罗密 六度啦 到第六地的时候 就成就智慧波罗密啦 是 现前地就是 是现前无染境之差 离染离境 没有染境的这种差别 这个叫六地 现前地 再来七地 叫远行地 远行地是什么 刚才圆满六度啦 那在上期是什么 在上期叫荒便波罗密 他就发大悲心 远离恶圣的制度 亲近大圣菩萨道 所以叫远行地 开始要行地他啦 要做很长很长很长的路 要成就三大阿圣 非常漫长的路 叫远行地啦 那到八地 八地就不动地啦 他成就什么 怨波罗密 怨波罗密 他做无相关 任应武功用道 武功用道就是称心而为啦 再来九地 九地呢 叫散会地 就成就利波罗密 记住十地 以一切处 知可度不可度 能说法教化 故隐散会地 知道这个可以度 知道那个不能度 他都已经智慧圆满了 开发出来 就那个十地的功夫 叫利波罗密 再来呢 十地 十地是什么 十地叫 智波罗密 跟前面那个第六度 刚才讲那个智慧啊 那个智慧波罗密 不一样 这个十地菩萨呢 十地菩萨叫法云地 这个法云地是成就 智波罗密 他记住无边功德 生出无边功德水 如大影覆盖虚空 流出清净重水 主任地上万物一切生灵 这个叫法云地 以上呢 一共是十地菩萨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常识 出地 翻洗地 他见识相了 非常翻洗 成就布施波罗密 二地菩萨 离构地 成就借波罗密 三地呢 三地花光地 成就人住波罗密 四地呢 言慧地 成就精进波罗密 五地 吉兰圣地 成就禅波罗密 六地 现前地 成就智慧波罗密 七地远行地 成就方便波罗密 八地 不动地 成就怨波罗密 九地 散会地 成就利波罗密 十地 法云地 成就智波罗密 所以叫 布施慈悉 人入 精进禅定 智慧 再来是 方便 怨 利 智 这十度 不只是六度 还是十度 这个是 正十地 果位 已然 千倍 都已上亿 再看下面 九十五月 这段经文 文师师利 此菩萨 微神 事宴 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地方呢 文师师利菩萨 是讲地藏菩萨的 功德 不可思议 故十论经 佛告 好疑问菩萨云 如是大事 功德善根 一切世界 天人大众 皆不能测其 其量浅身 若如来广说 如是大事 功德善根 一切世间 天人大众 皆生迷闷 或不信受 如是大事 成就 无量不可思议 输胜功德 善能 悟入如来境界 以诸佛法 以德自在 为亦成首一切友情 守在佛果 息皆之助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到这边 这是 十论经 就是 地藏三经 里面的一部经 叫 大圣大吉 地藏十论经 十论经说 活头告诉 那个好疑问菩萨说 这位大事 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 他的功德善根 一切世界天人大众 都不能够撤起 他的功德善根 有多深 有多浅 不能撤起浅身 那么佛陀来广说 这位地藏菩萨 功德善根 一切世间天人大众 都产生 有点迷惑了 地藏菩萨是怎么修的呢 这一生迷闷 或不信受 有些人不相信 如是大事 这位地藏菩萨 能够成就 无量不可思议 苏宣功德 我们说 他误入到如来境界 我们不说了 你就讲这一念心地就好 刘树云基士 他得了红斑信囊昌 那照理讲 红斑信囊昌 是一定要死掉的 他用十年的时间 听法法师的 无量寿经的 讲经代 他每一集听十遍 这样听了十年 这十年内就把他的业障消除了 他现在能够讲无量寿经了 能够讲经说法了 红斑信囊昌也好起来了 这也是什么 成就无量不可思议苏宣功德 他不仅业障消了 病好了 还能讲无量寿经 这就是 从哪里出来 从新地宝状开发出来 善能误入如来进阶 以诸佛法 以德之在 他就说 称信欧为 武功用道 以德之在 为已成所一切有钱 又道价此行 回入瘦婆度有钱 所在佛果 西皆止住 不可思议 这就是什么 新地成就 就是文殊师弟菩萨 此菩萨 威神试验 不可思议 讲是讲 地上王菩萨 是这样讲 我们新地 记住这个威神试验 世王试验 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